杨米、迪小璐、Angela Baby大美女们的爸爸长啥样?女儿真的像爸吗? 女儿像爸,儿子像妈,似乎已经是公认的真理了,今天袁永怡接儿子放学的照片被曝光,魔童确实常的像袁永怡啊,那么杨米、张柏芝、Angela Baby、关芝林这些大美人真的是爸爸给了他们的好基因吗?看看他们的爸爸长啥样就一目了然。 1.杨米 杨米的爸爸长相非常周正,浓眉大眼,国字脸,可以说是标准的帅哥了,杨米的眼睛遗传了他,很不幸,脸型也遗传了爸爸,国字脸本来也是显性遗传基因。 2.可国字脸长他爸身上是增添了男人的阳刚之气,长在女人身上就是败笔了。 3.杨米是从小美到大的,因为小时候骨头还没有张开,国字脸型没有发挥威力。 3.杨米靠一双电力十足的大眼就可秒杀一片萝莉了,后来张开了,脸型拉了太大的后腿,大秘密毫不犹豫的就把方下巴切了。 4.大秘密这么美,确实爸爸的好基因帮了不少忙,年纪大了也依然帅气十足,比年轻时更有味道。 2.张白芝 张白芝是公认的大美人,可是他的父母长相并不出彩,爸爸胡须用圆圆脸,眼睛比较小,不过仔细看的话,张白芝其实还是像爸爸的。 3.Angela Baby Angela Baby Angela Baby也确实是像爸爸的,一样的大眼睛,Baby从小就喜欢瞪眼睛啊。 4.这样看小时候还是蛮萌的。 4.关芝林 大美人关芝林父母都是明星,蜜天的基因造就了他蜜天的美貌。 5.不过最大功臣感觉还是官爸爸。 5.名副其实的大帅哥。一双桃花眼电力十足。 5.关芝林 关芝林父母合影,关芝林也确实会长,遗传了妈妈的完美脸型和爸爸的精致五官。 5.从小美到大的传奇美人。 5.关芝林 关芝林和爸爸,弟弟的旧照。 5.正爽。 5.爽妹子虽然算不上什么大美人,也是一枚清秀佳人。 5.爽爸爸。大家也都很熟悉,放生活中绝对是一枚有型有品的优质大叔。 5.所以还这么想哄吧。 6.范冰冰 5.范冰冰爸爸这长相只能说一般,但是脸型确实不错,范冰冰也是会长的那一类,成功避开了爸爸的单脸皮和妈妈的方下巴,成功逆袭。 5.不过这样看范妈妈的脸型也很美,感觉她妈妈的气质比她更好。 7.蒋琴琴 7.蒋琴琴 蒋琴琴父母这样的颜值生出这样的女儿真是壮大运了,不过细看蒋爸爸的鼻子,嘴巴都长得很端正,蒋琴琴还是像爸爸更多些。 7.故装第一美人讲琴琴 8.李冰冰 李冰冰 李冰冰和父母,姐姐的全家福,李冰冰明显也是像爸爸,一样的短下巴,当然现在把下巴变长了。 9.李小璐 李小璐爸爸也是帅哥一个。 不过李小璐妈妈才是她家颜值最高的一个,没人有意义吧。 10.李嘉欣 有清国清城之貌的李嘉欣,没有找到爸爸的照片,只有妈妈和姐姐的合影。 据说爸爸是葡萄牙人,感觉李大美人的基因很大可能是亏了爸爸。 11.刘亦菲 刘亦菲爸爸看起来像貌平平。 看来神仙姐姐是遗传的妈妈这边的好基因。 12.陈慧琳 陈慧琳嘴巴很像爸爸。 12. 笑起来简直一模一样吧! 12. 笑起来简直一模一样吧! 12. 笑起来简直一模一样吧!